找到一个舒适的坐姿 将你的背挺直 放松你的肩膀 放松脸部 舌头轻轻的抵着 上牙齿的后面 将你的腹部微微的收紧 坐直 你可以慢慢的闭上眼睛 或者眼睛向下虚视 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 想一想佛陀所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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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的感觉 那里没有生老病死 没有任何的烦恼 只有快乐 永久的快乐 再想一想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 到处充满了烦恼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 都会离我们而去 人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争动 没有任何快乐是持久的 在心中升起向往完美世界的强烈愿望 向往自己能够获得佛陀的色身 完美的身体 问自己 为了获得佛陀的色身 我需要怎么做 如何才能获得佛陀的色身 我需要菩提心 才能获得完美的身体 我必须要帮助身边所有的人 为他们的解脱 而求得证悟 那么我如何才能获得菩提心呢 我需要有出离心 为了获得出离心 我就必须每天想着出离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必须要逃脱这样一个烦恼轮回的境界 想一想 今天或者是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你所有的念头中 三个最接近出离心的念头 也许是当你目睹一位朋友 患了严重的疾病 想到我们所有人都在朝这个方向去 或者你想到你所爱的人 随时都有可能离你而去 也许是当你对一个朋友生气的时候 你想到 你不愿意再以这样的状态生活下去 不愿意再有愤怒的念头 在心中 为你能够有这样出离心的念头而感到高兴 因为你在精神修行的道路上 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处理心是一切精神修行的基础 没有它就谈不上什么修行 然后再想一想 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 你所有的念头中 三个最远离出离心的念头 那一些你以为某样东西或某个人 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 你去伤害他人而获得这种快乐 对此生的一些 不可能给你带来真正快乐东西的向往 等等 在心中唤起对于这样 远离出离心的念头的忏悔 认识到这样的念头 只会阻碍你在精神修行的道路上 或者进一步 最后我们把我的灵想当中 所种下的善的种子 奉献出去 但愿一切众生 都可以从我的善业当中 获得利益 最终到达开悟 在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地睁开眼睛 这世界有一个环境 Growl